大家好 歡迎收看生活快一通 我是玉琴 這根據統計 這個乳癌已經成為全世界女性癌症 耗發率第一名的這樣子一個癌症 同樣的在國內也是 到底這個乳癌應該要如何的 有一些正確的觀念 那麼台灣女性因為比較保守 有時候因為害羞的關係 所以其實都會針對自己的 這個乳房的問題 它會比較難以歧視 但是這樣子也有可能 導致所謂的癌症其實已經產生 可是因為延誤就醫 導致更嚴重的一個問題 到底我們應該要如何正確的防範呢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講到這個乳癌 其實真的有很多人 抱歉啦 對啦 他會害羞 就是 現在要更好一點 在過去的話明明保守 特別在比較鄉下的婦女 她就是怕說給醫生檢查 萬一又是男醫生 對 就是這個有一點害兆 或者害羞 另外有些人就是我們比較都市型的 都市型的這些婦女 就是因為都會推說要照顧 慈膩啦 或者她的職場工作忙啦 太忙 有的人說我一檢查 本來沒事一檢查有事 有種駝鳥心態 可是因為現在其實講到這個 乳癌的問題 年齡是越來越輕 我身邊其實有幾個朋友 其實是三十幾歲 四十歲 以前我們認知 我們都還是 不然就月經沒有了 更年期之後 才有可能會發生乳癌 好像現在在台灣 有年輕化的趨勢 事實上 乳癌 其實在台灣是比歐美 差不多年輕五歲到十歲 那當然最近好像有一個趨勢 就是說年紀好像往後推 也就是說年紀長的人也不少 不過在無論如何 我們台灣在過去的統計 停經前的占差不多三分之二 停經後占三分之一 那美國恍而相反 是停經後的占三分之二 停經前的占三分之一 但是現在慢慢有扯平了 大概我們停經前占一半 二分之一 對 二分之一 那這個原因到底是不是 因為我們現在飲食西化啦 還有我們現在晚婚啦 或者沒有給生孩子啦 或者沒有給孩子餵奶啦 甚至於我們現在都市的生活裡面 環境會有滿多的 是不是這樣造就了一些停經後 或者比較晚期的 這個我就不是 在這個我們 目前還沒有正確的一個 一個解答啦 那不是說很清楚 不過我們說到這個乳房的檢查 這麼多婦女朋友 就像張醫師你說的 可能他們害羞 說 害羞 抱歉 前一陣子我記得有一個新聞 其實我們看到 覺得還滿害怕的 想說連枕邊人 其實都沒發現 他是用香水去掩蓋那個 就是乳房已經潰爛 瀰爛的一個狀況 五六個月前 就是好像在南部 有一個人就是說 他好像怕先生知道 然後又怕那個爛掉的惡錯 甚至於用香水 或者洗澡自己偷偷的去洗 那有沾流血跡的衣物 自己去洗 那你如果說先生跟太太 有一陣子沒有怎麼樣的話 那也難你去查解 所以事實上有可能 不過像這種情形 現在已經少是又少了 比較爽 我們現在 像我們的乳癌防治基金會 還有像國健署 都一直在推動說 我們的一些四十五歲到六十九歲 每兩年的免費篩檢 還有甚至於你有家事史 都提前到四十歲 那還有輔助一些超音波的檢查 那再加上我們知道乳癌 它是沒有痛的 而且我們是期待說 在沒有觸摸以前就查解 換句話說就是早期的 我們要救出這些的 零期的或第一期的這些乳癌 那現在是截然進步很多 我們過去在我行醫的 該初期的時候 幾乎都是第三期 第四期 偶爾才看到第一期 第二期 那現在因為這三十年來進步 我們的篩檢力也提升到快四十 百分之四十了 是 但是那個歐美的話就 已經做到了百分之七十八十的 所以其實以目前來講 就是女性朋友其實對於自己 乳房的一個健康的觀念 她其實是已經慢慢有提升了 是 滿... 可能很多人會在問說 當時我自己可以檢查嗎 如果我真的很害怕 很抱歉去找醫生 我自己可以用觸疹的方式 去摸得到嗎 其實這個乳癌手的觸疹 即便我們這樣行醫多年 對 經驗也算滿充足的 但是再怎麼樣手觸摸的 這種感覺和那個技術 還是沒有辦法檢查到 那個小於一公分以下的 這個狀態 所以還是要藉助於 這個乳房的超音波 或者乳房的X光射影 甚至於比較新進的 這些磁症噪影這些檢查